G20峰会下周五就要登场了 那么美国总统川普说 自己已经跟习近平打了一通电话 确定下周会来碰面要王健王 那这是不是让停摆一个月的贸易谈判 渴望重启呢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看到习近平 先一步有了动作 就是他在今天前往北韩的平壤 要跟金正恩来个会面 但是呢这是巧合吗 看来应该不是 他似乎是一个安排 想要帮自己多争取一点筹码 到底习近平打的这张牌 是想要盘算什么呢 原来因为川金会之前在二月破局了 那习近平这一次到了平壤 就算他跟金正恩没有谈成任何的协议 但是呢他也要利用这个举动告诉川普说 我在北韩还是有一点点影响力的 希望借此可以多一点点的筹码 那同一时间呢 他也报复美国用关税的方式来报复 怎么说呢 因为比方说之前 中国对于其他各国的这个商品关税 大概都在8%左右 但是从去年开始呢 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关税调降 调降到大概6.7% 但是对于美国其他的关税呢 却升到20% 哇这差非常多 所以美国的这些商品就变成很不利嘛 像是美国的海鲜出口到中国去 尤其是龙虾就下降7成 因此美国几乎是已经失去了中国这个市场 那大打贸易战的同时 川普是不是也被自家人 就是联准会给扯后腿呢 我们来看到联准会实际上呢 多次的在去年升息 那么川普就认为说 你升息会阻碍美国经济发展 所以刚刚有看到他扬言要把这个主席给拔掉 好但是主席已经说了 法律是保障我可以做4年的 因此没再怕 那么川普呢又打算要把笔电平板 纳入加征的关税名单当中 所以现在包括戴尔微软 好这些这个企业呢就集体的反对 因为呢他们的笔电还有平板 在美国的市占高达5成哦 那你现在加税以后 害到的不是中国耶 反而是害到国内的消费者 因为成本会加租在这个东西上面嘛 商品变贵消费者就不买 害到自己而已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联准会释出的消息 现在亚洲货币也在今天走强 包括陆股港股日股以及韩股呢 今天全面挺升 同时也激励了纽约黄金期货 这个价格已经上涨超过2% 创下63周以来的新高 好但是我们今天还有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让爱迪达非常傻眼 爱迪达他的商标 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三条线 但是呢跟比利时某一间协商 其实长得蛮雷同的 所以呢就在欧洲打一个商标战 但是今天爱迪达败诉了 为什么呢 来看看法官的理由 从足球场到网球场运动用品 一定能看到这个商标 简单的三条线成为爱迪达最大记忆点 没想到却在欧盟劈到铁板 欧盟普通法院 19号判定爱迪达商标无效 理由是三条线缺乏独特性 而早在2016年 欧洲智慧财产局 就曾撤销爱迪达的商标注册 这个商标经常是一山的 尽管商标上面临重重挑战 但这三条线没让爱迪达陷入窘境 反而在营收上率创高峰 创立超过一甲子 爱迪达如今一千家工厂 遍布全球六十个国家 员工超过六万人 尽管市值只有Nike的一半 但爱迪达仍以七十亿美金 大约两千一百七十亿台币 稳坐第二名 当对手被冠上血汗工厂的臭名 爱迪达总能全身而退 虽然商标在欧盟受挫 但爱迪达仍保有上诉权利 其他商标暂时不受影响 只是七十年的老品牌 却在商标申请上多次碰壁 恐怕也是爱迪达事料未及 在新闻上就到